安波足球快信 2021年6月23日,星期三凌晨英格兰小胜捷克首名晋级。 本周三凌晨,2020欧洲国家杯D组最后一轮小组赛同时开打, 其中排名小组前两位的捷克,同英格兰直接对话。 上半场史特宁中处后打破僵局,下半场双方都无见数, 最终英格兰1-0小胜捷克。 英格兰锁定小组投名出线,淘泰塞将迎战F组第二名。 捷克毁裂小组第三出线,淘泰塞将对阵别组的比利时或C组荷兰,或E组首名。 上半场比赛开始,两分钟,路基梭以斜全禁区左侧, 史特宁跟着的吊射击中门柱。 7分钟,高法尔右路传中,基尔获加将个波回传给,比克福特。 9分钟,路基梭以弗球开出,史东斯抢点头取出了底线。 11分钟,夏利卡尼外围凌空抽射射高左。 12分钟,基瓦利鼠左路起脚传中,前点布卡约沙卡没抢道波, 后点史特宁头锤破门,英格兰先下一成,一比零领先折黑。 21分钟,卡拿斯主射佛球挑传被比克福特没收。 25分钟,哈利马古尼中场直传,夏利卡尼禁区内访开角度射门被华力黑化解。 27分钟,荷利斯禁区外一脚重炮轰门,被克福特粉勇将个波撲出。 29分钟,折黑的角球机会,苏石禁区内竞射被防守球员封倒。 34分钟,戴烈达左路传中被路基梭以粉力顶出,苏石跟着抽射打偏了。 42分钟,夏利卡尼在禁区右侧闪开角度后的一脚竞射,被门将华力黑撲出, 不过随后球正吹罚史特宁在月位位置干扰门将。 上半场结束,英格兰暂时一比零领先折黑。 下半场换边再战,48分钟,戴烈达左路强行射门被比克福特没收。 52分钟,舒凄克右路倒三角回敲,布卡约沙卡回防拦截。 58分钟,哈利马古尼送出掌传,但史特宁月位在先。 60分钟,高法尔右路传中,比克福特出击商拳破坏。 67分钟,英格兰的佛球机会,哈利马古尼禁区内抢点时倒地,球证没有表示。 73分钟,哈利马古尼推进到前场后直传,比宁咸禁区内在紧逼之下没有了控球权。 76分钟,波利尔左路传中直接出了底线。 82分钟,比克特禁区前缘转身掃射打偏了。 83分钟,即顿新组后被登场换出布卡约沙卡迎来自己的欧国杯首秀。 85分钟,比宁咸禁区内断球,亨达神推射破门,但球正是二月位在先,入波无后。 89分钟,拉书福特左路传中,被防守球员解围。 90分钟,亚历斯卡罗尝试软射武形成威胁。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,英格兰1比0小胜捷克。 记住subscribe我们的频道,和赞我们的page。 我们是安波足球快信。 多谢你的赞和支持。 精彩赛事尽在M直播。